旧张仪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前女佣洗脱偷窃罪名一案 总检察署表示将对高庭法官的判词做进一步研究 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 高庭法官陈诚安在前两天上诉案中提到 廖家指控女佣偷窃动机不当 高庭是在星期五撤销廖文良前女佣丽雅妮的偷窃罪名 46岁的丽雅妮去年3月因为被指偷窃前雇主34000元的财物 而被判坐牢两年两个月 丽雅妮之后提出上诉 高庭法官陈诚安前天推翻了原判 让丽雅妮洗脱罪名 总检察署今天引述陈诚安法官的判词指出 有理由相信廖家案发时先发制人 突然解雇女佣以阻止她到人力部投诉 有关她被调往为廖文良儿子工作一事 当丽雅妮威胁要向当局投诉她 突然被解雇时 廖家父子显然报警指控她偷窃 总检察署表示 法官提出的疑点应该做进一步调查 人力部发表文告表示 丽雅妮在2017年曾举报雇主的夫人 过去多次非法调派她到儿子廖启龙的住所和办公室工作 人力部调查后向廖夫人和廖启龙发出警告 采取的行动与其他类似案例一致 考虑到陈诚安法官的判词 当局将与总检察署探讨 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打開 HQ 打开启龙的交流 打开启龙的通 cris 打开启龙小 打开启龙了 打开启龙的角色 打开启龙的角色 打开启龙的确性